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个亲共分子为躲避逮捕 在自家的地窖藏了30年的西班牙剧情片《无尽的战壕》 1936年,尼奥和罗莎是一对刚结婚的夫妇,天有不测风云 所有共党都被抓捕,被邻居举报的尼奥被抓 在押送这些共党的车上,尼奥看见国民军乱杀俘虏 心灰意冷他决定放手一搏,跳下车逃跑 一路躲避国民军追击的他,在野外碰到了两个同伴 他们一起躲在了一口井里,并用树枝将井口掩盖住 可终究没有逃过绝地三尺的国民军 两个同伴被杀死,尼奥藏进了井里的石壁后躲过一劫 国民军走后尼奥用同伴的衣服包扎好腿的伤口 到了晚上爬出井悄悄地逃回了家 以防尼奥再次被捕,妻子罗莎将他藏在了罐子下面的暗洞里 邻居赶尽杀绝,没抓到尼奥就继续为难罗莎 他认为是尼奥的举报导致他弟弟被杀 因此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 在洞里的尼奥看见了这一切也无法阻止 夫妻二人在邻居的严加防控下只能用纸条交流 两人准备逃往葡萄牙 过了几天,尼奥问罗莎什么时候出发 妻子告诉他,带他们去葡萄牙的人被抓了,可能走不了了 国民军找不到尼奥就不停地来家里骚扰 不停地逼问罗莎尼奥的下落 什么也不说的罗莎被抓走后 国民们在家里打砸抢 藏在洞里的尼奥依然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直到他饿得无法待下去,爬了出来找吃的 他抓起森罗在地上的食物吃了起来 到了晚上,被打得鼻青脸肿罗莎回来了 连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 他也没有说出丈夫藏在哪里 白天尼奥从洞里出来偷听外面的消息 罗莎看见后既生气又担心 让他回到洞里去 他从外面听说所有被抓的共和派议员都被处决了 现在悬赏六万比赛塔抓尼奥 由此可见尼奥的家已经不在安全 罗莎找来了公公告诉他 尼奥已经在家里藏了三年了 需要他的帮助 尼奥和父亲悄悄说了几句 想要逃到父亲的房子里去 需要父亲将房子改装做一面假墙 以便与尼奥藏在里面不被发现 趁着游行村子里没有人 尼奥逃往父亲的家中 没过几年父亲便去世了 罗莎在家里接管了裁缝铺 尼奥不能出来参加父亲的葬礼 在小隔间里伤心的哭了 时间到了1944年 尼奥在隔间里向下挖 准备挖出一条暗道 以备不时之需 能够从哪里逃出去 这时妻子和尼奥提出想要一个孩子 可是尼奥却认为现在的时机不适合要孩子 所有人都认为尼奥已经失踪 家里只剩下罗莎这个苦命人的女人时 军官借补衣服的油头总是光顾罗莎的裁缝铺 想要占罗莎的便宜 罗莎把他骂走后哭着说尼奥是懦夫 在柜子里看着什么都不做就像死了一样 生气地关上了尼奥藏身的柜子门 尼奥没有办法又继续刨坑挖地道 死性不改的军官再次来到了裁缝铺 变本加厉地对罗莎图谋不轨 在隔间看到这一幕的尼奥不小心打碎了油灯点燃了床垫 在这么紧迫的时刻 他竟然扑灭了火才来救妻子 为时已晚军官已经强暴了罗莎 尼奥用绳子在军官的背后将他勒住 尼奥用剪子刺中了他 两人将军官杀死 埋进了隔间里尼奥挖的坑里 军官的妻子来找上门 得知罗莎也失去了丈夫 觉得感同身受和罗莎哭诉了起来 罗莎连忙安慰他 几个月后罗莎兴奥地告诉尼奥他怀孕了 尼奥却觉得这个孩子是军官的 不想让罗莎让他生下来 罗莎很生气地走了 准备生完孩子再回来 尼奥靠着贯筒食物度日 以为罗莎家里没有人的同性恋情侣 来到他的家里偷偷约会 火热进行时尼奥出现威胁他们 每周给他们送饭直到罗莎回来 他们彼此相互约定 谁也不说出彼此的秘密 同性恋情侣如约每周借送报纸的名义 给尼奥送饭直到一年后 罗莎带着孩子回来了 十年后 尼奥还是惧怕被举报抓走 总是询问罗莎村子里发生了什么 罗莎让他安心生活 只告诉了他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么多年尼奥已经成了邻居 撒落的一块心饼 他始终不相信尼奥的儿子 海美是罗莎的侄子 总是借着修衣服的机会盘问海美 看到邻居的尼奥不停地抱怨 责怪妻子责怪海美回答得不好 生怕邻居会发现她还活着 这么多年她还怀疑海美不是她的儿子 在儿子睡着后和她比较两人的手相不像 转眼间儿子海美已经成年 尼奥拿着她年轻时照片和儿子照片比较 两人是否有相似之处 海美的学校组织父母和孩子一起去海滩玩 尼奥想陪儿子一起去 因为这个海滩是她和丈夫结婚时要去的蜜月地 可是尼奥却用自己在家没人照顾阻止了妻子 在窗边偷看了尼奥 发现罗莎和军官妻子成了朋友 认为妻子会背叛她 因此一直避问妻子 这让罗莎非常不舒服 觉得尼奥已经疯了 两人为此争吵起来 罗莎再也受不了这20年每天和别人说谎的日子 觉得是尼奥毁了她的一切 儿子从海滩回来和父母分享海滩的去世 两人羡慕不已 儿子带回来一个朋友 胡安想要将她也藏在隔间两天 父亲却觉得儿子这是在出败她 儿子的朋友告诉尼奥 有很多人藏匿起来10年20年 他曾经采访过他们 尼奥询问了这些人的藏身之处和日常活动 胡安告诉了他这些问题 尼奥劝劫胡安忘记秘密会议 找一个漂亮的老婆生个孩子 在外边好好生活 千万不要像他这样 失去了生活的美好 每天活在阴暗里 萨洛找尼莎补衣服 告诉他在他的老房子里面发现了刚下面的洞 罗莎表示并不知道这些 萨洛又开始在附近监视罗莎的房子 尼奥怕邻居会发现他们曾杀死了军官 于是将军官的遗骨挖了出来烧掉 尼奥和邻居相互监视着生活 第二天 罗莎出门留尼奥自己在家 邻居来到窗前偷偷向里看找尼奥的踪迹 尼奥一边躲避一边观察邻居的走向 就在邻居就要破门而入的时候 尼奥提着遗骨钻进了隔间 在缝隙里看着邻居罗莎在屋子里找他 罗莎敲了敲墙发现了破绽 两人一里一外拉着隔间柜门的锁 就在这时尼奥的儿子回来了 向来巡逻的官兵举报罗莎擅闯民宅 官兵闻到了邻居身上的酒味将他带走了 儿子还没在警局解决完问题回来 问父亲邻居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想知道真相是什么 他不想在每天察言悦色的和每个人说谎 还没生气的说父亲就是一个不敢出门的懦夫 是被关在隔间里的疯子 外人没人想吃了他 就连国民警卫队对他也不感兴趣 晚间时候尼奥又回到了隔间 罗莎问他有没有考虑过 其实他出来也不会有事发生 而尼奥却坚实这是两码事 他出来一定会被杀害 没过多久 政府为纪念内战结束30周年与世界和平 内阁宣布了一项法令大赦所有共和派议员 赦免所有战争中的犯罪行为 尼奥在隔间里钻出来告诉罗莎这个好消息 其次罗莎非常高兴联盟将他的东西找出来 要和他一起去弥补30年前没有去海滩度蜜月的遗憾 但是尼奥还在为邻居的监视而担忧 又回到了自己的小隔间 罗莎对尼奥的行为很势不理解 问他要不要和自己去海滩走走 尼奥害怕出去并没有和他一起去 罗莎独自带上箱子走了 尼奥经过内心的挣扎决定走出去 他打开门看见刺眼的阳光 脚踩在户外的石头上 他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尼奥四处观察着小心翼翼的怕别人认出他 令人兴奋的是根本没人在意他是谁 尼奥走着走着看见没有去海滩的罗莎 妻子看见了在外面的尼奥流下了泪水 已经不再年轻的夫妇二人来到了原来住过的房子 回忆起这三十年来发生的事情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故事取材 向人们展示了身受西班牙内战伤害的从政人员 过着艳鼠般的生活 一躲就是三十几年 狭小的暗示躲避久了 就会成为自己内心的枷锁 这时候走出去的障碍已是自己的恐惧 想到前不久大火的寄生虫 还有隐秘的角落 都是寄居暗示 都是自我内心世界的坚守 不同的是男主终于拉开门锁畅醒在阳光下 总而言之这部电影还是值得一看的剧情电影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看完整版哦